各位 陳特粉大家好 今天3月16號盤中 我這邊我來跟各位講一個 發生在我們會員中的一個小故事 那最近我們的團隊成員 也會有黃小姐 他就問我 問我什麼空 他跟我聊一下 那他跟我聊一聊之後 他就告訴我說 他在去年2020年9月之後 那時候看了我的節目 就有心動想要參加我的會員 可是後來呢 他這個電視節目又看一看 然後呢 因為他問了我們的會費之後 他覺得好像有點高 所以他就裹除不前 後來又持續要供契拿起來 這個電視頭部節目 繼續看 那看一看呢 他就後來看到有一個 賈老師 我們就講賈老師 不要不方便去講誰 那電視節目中 電話打來 免費送你股票 所以呢 他隔天早上打去 服務人員接著 然後就送他 給他兩支股票 他就告訴他 大江跟恆大 在去年9月的時候 買了大江跟恆大 那之後呢 股票怎麼樣 他 先生 這個 瞞著他先生 就拿400萬的資金來操作 而且怎麼樣 還用融資 後來 免費的股票 大江跟恆大 買了之後呢 股價就開始怎麼樣 一路往下跌 服務人員往下跌 後來怎麼樣 他就打電話去問 那位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怎麼樣 已經離職了 離職了 然後呢 接他電話的人 就問這個 那個老師 那老師說 你也不是我的會員 我沒有辦法給你建議 所以 那一趟呢 他覺得 因為他也是 聽免費問來的嘛 所以他虧錢之好怎麼樣 自己一直默默 自認倒楣 虧了這個 100多萬 大概虧了150萬 後來呢 他就想一想 他覺得說 那他還是 花錢 來參加老師好了 結果他又參加了 這個 剛那個賈老師 後來他又參加了姨老師 那正好這個老師怎麼樣 一年會期加倍送 一年會期加倍送以外 還怎麼樣 會費打三折 他覺得不錯 蠻好康的一個專案 他就參加了 參加的時候呢 老師一個禮拜 帶他買兩款股票 剛開始不錯喔 做幾個當充 讓他賺了12萬 他覺得好像很好 所以呢 接著繼續做 結果怎麼樣 股票套到了 只有買進都沒有賣出 後來套到都不賣出了 股票就開始越叫越多 買一買 手上就13檔 14檔 15檔股票 越爆越多 然後呢 中間怎麼樣 又是怎麼樣 合一 合一 然後呢 真頂 股票一直跌 都不停損的 最後怎麼樣 他 問老師股票 要不要賣 老師就是跟他講 再續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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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遙無息 最後怎麼樣 250萬又虧到怎麼樣 又虧掉100多萬 以後都虧到100多萬 後來 這位環教育想一想 他想到 之前看過我節目 有持續在追蹤我們的 那我一直跟各位講 做股票 你不管什麼樣的行情 幾天等幾萬點 你要維持一個信念 就是你要穩 然後看錯 該停損就要停損 或跟各位講 我不是神 我沒有辦法帶你賣在最高 買在最低 而且我也跟你講 我保證一定會做錯 只是我們做錯 我們該停損 我們就停損 我們把資金再來買下一支 那八成的勝率 我想 你只要跟著轉換 我們從下一支賺回來 後來 我一直跟你講 我就說 他來找我的時候 我說 你們就是 每個人做股票 參加會員都想要快 你都想要求快 你都想要很快翻倍 那我不是有一套 長期累積財富的赤身心法嗎 我說你真的要長期累積財富 支付 你一定要富貴穩中求 不是富貴賢中求 你可以自己設定一季20%的報酬率 照股票拉回轉折進場 不要去追高 穩穩的這樣子 其實一檔檔股票很容易落袋 而且這樣一個報酬率 跟你累積上去的話 你就會累積出一筆 非常可觀的財富 那我也在這邊跟他講 羅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只有穩健才是王道 所以他參加之後 沒有多久的時間 120萬的資金 我們三個月 我讓他到180萬 所以他跟我講這個事情 他覺得還蠻欣慰的 至少我們給他一點希望 讓他的資金可以慢慢滾回來 所以我想在這樣的行情當中 那種所有股票大漲 一起大漲的時間點已經過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個股 是在走輪動的結構 漲多的標股去追 也許正式強勢 你有差價可以賺到 那是你幸運 但是不是每檔股票都這麼幸運 好嗎 所以如果你願意相信我 我們富貴穩穩穩的帶你 把失去的財富 過去虧掉財富 我們一點一滴的讓我們一起 建成團隊幫你找回來 好那我在這邊雙手張開 階層的歡迎你 我們有什麼問題 你手上有持股 我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歡迎你在LINE面 敲我們 那我們有時間 我們會一一的回覆你 答覆你 好謝謝各位 收看我的影片 祝各位股票自知大賺 謝謝 拜拜